大家好,又是100個枕摩板的時間 很多幼童的家長都會跟我說 有一天,兒子跌倒了,地上滑倒就跌倒了 跌倒了就有點吹哭,哭得嘩嘩聲 兒子,女兒都會的 你在街上都會看到這樣的情況 可以怎樣處理呢? 有些大聲說不要哭 你發覺你叫她不哭,她還哭大聲一點 孩子跌倒了一定有情緒反應 會痛,會哭 我覺得作為父母要先安撫她的情緒 抱抱她,摸摸紙巾給她抹眼淚 摸摸她的傷口 其實通常都沒有什麼傷口 你說不要緊,不要緊 另外,我見過有些長輩 就像我一般般,就會打在地上 看了,地上很悶悶,令到女兒跌倒了 那好不好呢?我覺得有些問題 因為問題就賴了地線 其實可能是孩子自己不小心 那真的就問她 為甚麼呢? 等她情緒平復的時候 問她為甚麼你會跌倒 是否你自己不小心 你撞到一些東西 讓她知道責任 我覺得從小訓練 是像責任感 就是這樣 另外,可以教她觀察 在平時看到有人滑倒 跌倒到尾巴 她在哭 你可以問她 你覺得別人這樣哭好不好呢? 她說不要 其實是自己不小心 那便教了一個東西 所以,孩子跌倒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她現在真的懂得跌倒 去學爬起床 很好的